由国内厂商自行开发的低底盘无障碍电动巴士 8月份开始在桃园中立上路 电动巴士完全零排碳 用电费用低 是既环保又经济的大众运输工具 由国内厂商打造的这辆电动巴士 从8月份起在中立市为乘客服务 完全靠电力启动的巴士 做起来更加平稳舒适 厂商使用更换电力的技术 补充电力就像一般汽车加油一样 方便迅速 它是采用那个换电式的 为什么要采用换电式就跟加油一样 就是没有油了加油 没有电了就换电 大概6到10分钟就换好了 百分之百使用电力 车子完全零排碳 一辆电动车一年可减少 128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高效能的电机技术 让巴士的用电费 比实际加油的费用还少将近一成 还能省下机油减少污染 成了名副其实的环保车 营运的公车一个月只要换两只机油 像这机油的费用啊什么都省下来 而且呢换机油也会对我们环境有污染 节能环保加上低底盘的人性化设计 让桃园县政府打算全力推动电动巴士 那未来我们再争取更多的补助 我们在各个乡镇市 我们都以民众的方便为主 我们会尽量来做规划 环保零排碳 升迁又经济 电动巴士的发展 深具潜力 新唐人亚瑟电视 胡书强 廖淑美 台湾桃园报道